大家好,我是住战医师赖衣衫 大家有没有发现小宝宝要开始换牙齿了 我要做一什么事情呢?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小宝宝换牙的状况 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问我说 赖衣师赖衣师,我的小宝宝到现在还没有换牙 会不会太晚了呢? 你小宝宝得大呀? 五岁 好啦,其实呢 一般正常小朋友换牙大概都是六岁开始 但是当然以现在有环境荷尔蒙的关系 所以其实有很多小宝宝会提前发育 可能五岁就开始长牙了 不过爸爸妈妈不用担心 只要是牙齿该长,它都会长得出来 不用管它是早一点长或是晚一点长 甚至呢,我私心觉得 其实如果小宝宝牙齿晚一点长 它会更好 因为蛀牙是蛀乳牙 不是蛀恒牙 大部分的时间,乳牙会自己脱落 但是前提是我们的恒牙 是跟着乳牙设定好的路径长出来 可是如果这个恒牙宝宝非常的不乖 它喜欢到处乱长的话 那乳牙牙根就不会吸收 所以乳牙就不会事前先咬动 这时候爸爸妈妈会一直等一直等 我要等到它咬才能够掉下来 其实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说一直等,它还是不会掉下来 那爸爸妈妈又刚好忽略掉了这里 有的时候有双排停车的现象 就是乳牙一排,哼牙一排 脸颗长在一起 什么时候该把小宝宝带来牙科 把乳牙拿掉 让新的牙齿长得好呢?